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幽鬍運動 也就是BetterArc的Tim林冠婷 那今天這支影片很簡單 就是要讓所有有送來給我們做雪板打蠟服務的朋友 我們雪季快要到了 日本雪季快要來了 所以在雪季之前 你的雪板我們幫你做了 不管是清潔 上蠟的服務 那現在就是在出發前跟大家簡單做一個說明 就是我們的蠟塊 不管你是四五月我們用SWICE的蠟 還是後來我們用海亞西的蠟 我都幫你們處理是一個後蠟的狀態 因為考量到日本 我們大家出去滑大多都是可能聖誕節之後 到一二月雪況都是日本最好的時候 甚至到三月初雪 其實都還不錯 我們用後蠟的方式主要是讓大家在滑行的 流暢度跟耐久度可以達到一個平衡 因為我們可能大家不用滑得那麼快 譬如說不用像選手一樣為了那零點幾秒 所以蠟的保留我們採取一個比較相對後蠟的狀態 那在雪季開始之前可能就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你要怎麼樣去在開滑之前怎麼樣簡單的處理你的雪板 首先第一個我們在肝邊旁邊都有封蠟 那之前基本上就是用這種我們的清潔蠟 我會稍微把蠟塊封起來 所以肝邊你會發現有一些白白的屑屑那個都是很正常的 那版底呢不管你的儲存環境是怎麼樣 多多少少會跟空氣或是你的環境會有一些塵埃或髒汙 這個都很正常 所以我們後蠟的最表層 我們可能出國滑雪之前稍稍微把它做個整理 那整理的方式很簡單 假如你自己有刷子的話就稍微把它刷一下 那你沒有這些打蠟器材的話 你可以去超市或者是量販店去買這種 沒有 這叫沒有研磨顆粒的菜瓜布 那主要是給一些陶瓷餐具不希望它刮傷 來做設計的 那我們就拿這種菜瓜布直接在你的版底 因為我們現在上面是厚蠟嘛 那最表層現在有一點點髒汙 你稍微用這個菜瓜布稍微對折 變成有一點點厚度 然後輕輕的用一點點壓力 那因為蠟塊本身是有一點點軟度的 那最表層的髒汙基本上就會跟著這個 菜瓜布的纖維就會起來 所以你就簡單的刷個幾趟 你會發現紋路有出來了 然後整個板底也變得比較黑 黑色光澤也變得比較清楚 假如你是SKID的話 那這都 這就是 這樣子 稍微刷個三下 假如是Snowball的朋友 記得就是 你那個刷的 紋路就是順著雪板的方向 就刷直線的 直線的 那假設你是用刷子的朋友 或者你自己有一些小刮板 那刷板我們待會會講 我們建議大家啦 就是出國的話 你有簡單的刷子 刷板 甚至會有一塊小的蠟 可以帶著 那你在出國遇到雪況比較特別的時候 你就可以緊急做個處理 那 假如沒有的話 我也建議所有有出國滑雪的朋友 你就帶一塊這個沒有研磨顆粒的菜瓜布 因為它可以幫你做一個簡單的去汙 包括刷水線 那 所以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而且它重量非常的輕 那另外就是 假如你在雪道上面 因為有時候可能溫差比較大 那 滑行中間多少蠟會沾一些髒汙 然後 溫差大的話它有可能會形成冰晶 讓你的板底在下面結冰 那這個時候很簡單就是 你 只要拿出你的 的纜車卡或者是任何一張 可能像電話卡或會員卡這種硬卡的 卡片 在結冰的地方 稍微做刮除 因為它會 它等於會 呃 把 蠟塊 跟 髒汙一遍 稍微做刮除掉的動作之後 假如你有帶這個 就稍微整理一下 那基本上 這個就會恢復一個乾淨的狀態 因為我說了我們是後蠟的狀態 你現在上層有髒汙稍微刮一點點掉 最後再用 呃 你用刷 刷個水線 那這樣子你的板子就可以恢復一個 滑走比較順暢的狀態 好 那 鋼邊其實我們不用特別處理 因為本身它 蠟塊在鋼邊就不會有太多的黏著 所以 你去滑行幾趟之後 基本上鋼邊的蠟就會掉了 那剩下就是板底的照顧 記得你就帶著你的 纜車卡 跟一個 沒有研磨克力的菜瓜布 這兩個我想 大家在學廠檢疫做處理 就會非常的 簡單跟方便 OK 那希望所有 今天 今年要出去玩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遇到很好的雪況 那我今年會在北海道的西藏滑雪場 那大家有過來的話 歡迎就是 email或者是到粉絲專頁留言給我 那有機會的話 我們就一起在雪上碰面吧 OK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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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